月球地形地貌的特征是怎麼樣子的 因為月球表面為什麼那麼多坑坑洼洼的撞擊坑 我想從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把月球的地形地貌氛圍啊 有些是所謂的海洋 其實就是稍微比較平的 火山熔岩流淌的這個範圍 海洋洋就是比海大一點 另外還有湖泊還有小漆 這都是根據地貌我弄的 另外也還有一些壯的小的盆地 另外還有一些泉椰鞘筆都有 這個你凡是一個天體表面都有這些特征 你看這是我們常惟一號做的全月球的圖 哎呀一拿到月球的圖一看 這是正面你看那麼多海洋 這是背面那麼多高山峻里 但是有一個問題 密密麻麻的全是一個一個洞 怎麼偏偏這個砸洞就愛砸月亮呢 為什麼我們地球可沒有這麼多呢 所以很多科學家就研究月亮上 到底有多少砸的坑 那麼有些科學家是用計算機來數的 大概表面的挖坑 有人計算大概740萬個 哎呀比較可靠的確實是壯的 大概有338萬個 這都有數的 經過計算 經過計算 經過就是壹個壹個 別人看到的數的 因計算基礎就方便了嘛 至今大於5公里的 也夠大的了 有6萬個 等月球表面 另外至今從1公里到5公里的 有82萬個 至今是500米到1公里 半公里到1公里的 大概有160萬個 越小越多 那小的就更無數了 這咋回事呢 為什麼月球上 咋的那麼坑坑洼洼的 是個什麼原因呢 是吧 月球表面啊 有幾個特點 第一它沒有大氣 是0 你假如裸著身體 站在月球上 對不起了 立即死亡 你不能呼吸 另外沒有大氣壓 沒有大氣壓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 一個大氣壓 而且大氣裡頭 有氧氣有氮氣 自由的呼吸 稍微氣壓低一點 你就不舒服 比如在西藏 而它現在啊 氣壓是0 所以月球是不能生存的 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 因為它沒有雲沒有霧 從一年到頭 沒有任何氣候變化 所以這個呢 它為什麼那麼多坑呢 這都市太陽系裡面 地球附近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小天體 他們有時候飛也飛得不太靠譜 飛得不靠譜 飛得不靠譜 這麼飛那麼飛都有 飛得不好就撞上去了 就砸了一個坑啊 所以這就是啊 為什麼它容易遭到破壞 但是它又沒有天氣變化 它的地震 月球也有月震 規模很小 所以它不會導致你砸的坑破壞 也不會導致有河流 有湖泊就把你沖掉了 或者有大的塌方 所以它的坑度 一個一個保存的特別的齊全 這個呢我另外理由 這是水星表面 水星表面也是沒有大氣 所以這些小天體啊 它是怎麼了 假如一碰到大氣 就阻礙它往下衝擊 速度也慢了 力量也弱了 你沒有大氣 就跟在太陽系 太空裡的飛一樣的 非常快 一下就撞到你的表面 所以水星表面 跟地氣 跟月球表面差不多 也是坑坑瓦瓦的一大堆 那火星呢 火星表面只有百分之一個大氣啊 基本上也沒有 你看火星表面也砸的都是坑 所以這是我們太陽系的 那些天體上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這些小天體 它不太規矩 你一頭跟你撞一下就砸個坑 撞一下就砸個坑 最大的一次在地球上遭受的 就是六千五百萬年以前 我們地球原來生命啊 有一百多萬個物種啊 繁化的很啊 熱鬧的很啊 但是六千五百萬年以前 有一次大的滅絕事件 一九八零年 美國的一位科學家發現 奇怪啊 過了六千五百萬年的那個時段以後 地球上那麼多物種沒有了 是吧 只剩下很少量的物種 那些物種主要是以恐龍為代表的 哎呀 當時啊 繁衍的非常多呀 所以恐龍為代表的物種 有一百多萬個物種 被滅絕了 撕痕遍野呀 你現在都可以發現 在地層裡頭 這是咋回事呢 這也是一個小天體 撞了地球 前面 那個小天體啊 大約十公里大小 衝進地球的大旗圈 結果地球大旗圈反抗 摩擦 結果就生成巨大的火流星 它就一直往地球上炸下來 剛好炸在海邊 這是後來才知道 炸在哪兒 後來找到的 它一炸下來以後 這個這個 那個非常龐大的一個一個大的火球啊 點燃了地球上的森林 結果引發森林大火 甚至全球大火 它一撞 又撞在海裡頭 海邊 結果撞出產生巨大的海嘯 哎呀 我們地球遭遇到巨大的劫難啊 那是 那這一次 現在我們都可以復原 在中國 我取得了全部的證據 就這個事件 那你怎麼去找這個證據呢 它一撞下來 有全球森林大火 找到整個地球外面 全是煙霧沉沉的 但是那個煙灰 它總會慢慢降下來 降到陸地上 一震風一吹就沒了 你找不到了 但是呢 假如我是海洋的話 它那個就慢慢慢慢沉澱下來 另外它砸到一個地方 它一定挖出一個大坑來 把那些石頭全部粉碎 全部拋射到太空的地球的空間 水下 結果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很多塵埃啊 它總會慢慢慢慢地降下來 當時遮住了陽光 遮住了70% 而且呢 遮住了陽光 你地球變冷了嘛 冷了多少度 我也要找到證據 然後遮住了陽光 這些塵埃總會沉降 我16100年 甚至1000年 它總會慢慢慢慢降落下來 中國在那個時候 哪兒是海洋啊 西藏 西藏那會兒是海洋 那是海洋 我們叫特提斯海 後來呢 西藏的海洋慢慢上升 然後就變成清藏高原了 再加上修清藏公路 結果就削開了一些山頭 在公路邊上 我就在拉薩附近的那個山上 公路邊上就找到了 落下來的灰塵 和燒的灰的那一層 只有一公分厚 我們地球上就砸的少 但是這是一個大坑 它到底砸在哪呢 是後來才發現 砸在墨西哥 就是美國的 你看那有一個大圈 左邊 墨西哥 美國南邊 就砸在那個地方 砸在坑的直徑 一百八十公里 所以引起了全球的海嘯 所有的塵埃遮住了陽光 溫度冷下了 平均溫度 降了十六度 就是每天的溫度要降十六度 因為天是黑的 所以就植物不能進行光合作用 大批植物死亡 而以植物為食物的動物 由於食物鏈中斷了大批的死亡 恐龍就是這麼滅絕的 它不是砸死的 你拿砸得那麼好 一個一個給它砸死 整個的生態環境 全部的崩潰了地球上 所以這樣的話呢 這就導致了生物的滅絕 這個地球演化的過程當中 發生過幾次啊 這是最近的一次 那個我做的證據呢 像正在下面的圖 你可以看到 這是他們在當地打的轉孔 也發現了這幾層 你看就在那個公路邊上 我指出來的那一層 一公分厚的白白的那一層 就是全部的證據 就是在這一層裡頭 它一直往下降落下來 就在海洋裡面 它當然保存下來了 在海底 以後海底一上升 不就變成山了嗎 你一開公路 就在山邊上就看得出來 就那兒找到的 結果找到了以後 我們找了三個地方 有一種元素叫一 就是頭一柱子 突然有一點很高 那是只有小行星裡面 這個元素特高 證明真的是小行星 另外我還做了他們的氣候變化 當時的年平均溫度 都是在那個二百那個位置上 一直拉過來 都是那兒有巨大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 它有哪些元素多了 這些元素就是 隕石裡面最多的 小天體最多的 一定是這些元素是來自於小行星 我就知道 你這個地方落了多少 全世界落了多少 一計算 可以算出來 你那個小天體大概多大 大概十公里的直径炸下來的 造成了地球如此的災難 我們的地球的生命經歷過多次的劫難 這個就是最右邊那個挖下去的地方 這是恐龍滅絕的這一次 一共滅絕了一百多萬個物種啊 地球遭遇到一次巨大的劫難 自從恐龍滅絕了以後 在恐龍以後又有更多新的物種的繁衍 包括我們人類的出現 所以砸這一次對地球造成巨大的損傷 但也導致了 不然的話恐龍還要重置這個整個的生物界的 所以我們人類在慢慢慢慢出現 你看還有幾個往下的箭頭 這都是這個過去的生物滅絕的 從幾百萬個物種降下去的 這都是歷史記載的 所以現在雖然是過去了六千五百萬年 以後還紮整吧 你怎麼規避全世界的科學家都關心 我們的地球要保護好它 要珍惜它 千萬不能讓他們再受一次這種砸 不然的話人類全部要滅絕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 也包括美國在內 準備做一個這樣的事 它來了我放幾個原子彈上去 把它炸得粉碎 你很危險掉下來怎麼辦 對吧 還有人就說那躲起來 你躲不了啊 這個是一個現實的 有兩個小行星 小的落著大的飛 大約很快就要安靜地球附近 但是絕對不會炸地球啊 現在美國就準備有一個計劃 立即去撞那個小的 嗯 撞就歪了 然後呢 就根據它跟主要的那個的關係 我就算出來有吃了多大力 撞歪了多少 對吧 以後來了我應該怎麼撞 這樣的話 以後雖然是有小行星 可能會撞地球 我只要把它撞的 它的軌道 不要正對地球 彎一點從地球 旁邊飛過去不就得了 避開這種災難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 月球上呢 因為它是什麼光突突的 後期又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所以保留得很完整 密密麻麻的坑 呃 好幾百萬個 上面都已經提到了 我們地球上大概保留了 180個砸的坑 那是非常少了 為什麼地球那麼少呢 我們有一層厚厚的大氣 在保護著我們 呃 這個就是地球上的 有180個撞擊坑 呃 還有前面那個 你可以看到的 這就是現在坑的分布 另外我們地球表面 百分之七十一是海洋 所以你也找不到 它炸到海底去了 嗯 在目的上才180個 所以說 我們的大氣 都一直在保護著 我們人類的安全 但是也有人說 千萬這個撞擊啊 你不能讓恐怖主義掌控 不然呢 本來不撞地球的 結果它反而還給你撞上去了 所以這裡面來說 所以科學家們一直很慎重 怎麼樣的好 但是應該說 現在的科學技術 完全有能力 規避 可能要撞我們的地球